选择主义 穿甲的左前方 第一档子 谢谢 首先进行的是超越射击科目 在以往训练中 车掌超越射击都是由连队专业骨干和训练尖子进行 而此次训练中 所有战斗编组不分新兵老兵全部进行车掌超越射击 车掌超越射击是指在炮掌 不利于射击或者牺牲的条件下 车掌和操作火炮对敌实施打击 所以在平时训练中 我们就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状况 考核中 驾驶员 车掌和炮掌还被随机编组 临时组建的车组要在坦克时速不低于20公里的状态下 自主选择弹种 使用多种姿态对不同距离内的三种目标实施打击 这是实弹射击 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目标显示随机性比较大 射击间隔比较短 这样的考核 既考验了我们射手 快速转换弹种和果断激发的射击技能 又检验了我们车组成员相互间的配合能力 坦克山林地实弹射击 路线选择难 距离判定难 目标发现难 岛条组在距离进攻路线不足500米的指挥所内 给每个战斗小组设置2到3个突发情况 让参训人员自主应对 既检验小组成员间的整体协调能力 又对战斗员的临机处置能力提出更多要求 在连续多天的考核中 这个旅对所有基础课目进行了梳理 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把实际战场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融入到训练当中 我们采取随机编组考 逼真实战考的方式 射难 射言 考核标准 射真 射显 考核条件 让训练考核真正与实战对接 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 锤炼官兵打赢本领 在连续 射程中 锤炼官兵打赢本领